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高明星 高部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在你们的应用里你们是怎么样用的Safe的产品和技术 好 谢谢 其实这个存储的需求它可能要分不同的场景 传统的SUN可能是用了这么多年 可能是用的这种对可靠性 数据的一致性要求比较高的场景 特别是数据库 我们用Safe主要是目前承载应用服务器跟Web服务器 这种状态可能这种一致性要求可能没那么高 但是它的并发量很大 尤其是当并发的Web服务器应用服务器特别多了以后 它也持存储 所以说我们主要是在这一块在用 基本上还是应用在前端服务器这个部分 在开发测试环境里用 数据库里有些开发测试环境也在用 就是那种可靠性要求 不是那么非常苛刻的那种场景上可以在用 正好Safe的可扩展性这方面 然后能够满足前端服务器应用这样的一个应用场景 那么在应用这个方面来讲 从性能方面你们有什么样的一些经验和体会吗 在性能方面 其实我们就是去年 昨天我说了 我们做了一个大规模的测试 通过那个大规模的测试 从IoPS还有这个吞统量的测试 从我们测试的情况来看的话 基本上是相当一个中低端的存储 对于web服务器 应用服务器一个中低端的存储应该是够了 基本上能够满足我们的需求 高部长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像你们现在集群的规模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规模 去年我们刚开始在做测试的时候 我们的规模是因为没有完全按照的工程设计 大概是我们把所有的设备都搁到一个集群环境 大概那个时候Safe的集群规模 大概是100多台 现在真实上生产环境之后 就按照我们网络的分区分域规划拆了好几个 大概是从存储容量来看的话 基本上每一个环境 大概是弄容量一个P 这个规模吧 那我接下来想问问刘军卫这边 因为中国移动搜索研究院这一块 然后你们现在对Safe是怎么样的一个关注点 或者你们现在关注Safe的聚焦点在什么地方呢 其实我们使用Safe可能也比较早 规模也比较大 我们也碰到了好多问题 刚才咱们高部长也讲了 其实我可能先说一点这个应用场景的 就是Safe其实在用户看来 它是想替代传统的RPCSAN FTCSAN这种传统的设备的 但是呢 它最后它会发现呢 Safe的延迟时延 还有ROPS ROPS可能还好一些 因为你是集群来提供于ROPS的 但是单盘的ROPS和那个时延是比较差的 所以它最后你会发现完全替代不了 所以只有有一些场景是可用的 比方我们的公务员里面还会用 在我的公务员里面做虚拟机的数据盘 当然这个虚拟机的数据盘里面 也和高部长说的很有点像 是一些web类的 一些偏计算类的 而不是IOMG型的一些应用在用 那我们现在比较关注的 其实刚才也提到了 中国移动里面很大的一个场景是 两类需要存储的 第一类是数据库 每年有500个套 ORICAL集取的采购需求 如果我不用ORICAL S-DATA一体机的话 我就得选一个存储 来把ORICAL装上 这个是对存储需求量很大的一个领域 但很可惜这个领域 我们看来赛夫解决不了 这是一类 还有一类呢 就是中国移动的那个画单 就是你的每一次通话 有一个寄飞的一条画单 或者是你每一次在你的 1000086里面这些电子化的这些东西 叫五指化办公 这些东西呢也会存在需要一个存储 目前呢其实我们这一块呢 用赛夫是比较多的 主要是用赛夫来对象存储 也和刚才高部长说的一样 大约在100个集群 1500个OSD 在对象存储里来看呢 也是满足要求的 因为对象存储的压力是不太大的 但是呢 其实真正对赛夫有需求的是快存储 快存储这一块呢 我们也比较头疼 反正几乎不太能满足 向往的一个需求 这是一个现状 因为昨天跟那个孙琦聊天的时候 我们也在说 好像老是觉得这个 移动这边呢 应该好像比较适合用这个对象存储 因为就像我们美人的这种电话呀 我们的这些交易呀 就很快就成冷存储了 冷存储是比较冷的数据 冷的数据是比较容易放在 这个所谓对象存储 但是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像这种传统的企业 像运营商 像一些大的企业 金融行业 它所有的以前开发的那套应用系统 大部分是GP NAS的接口 就用文件接口来开发的 你要让它直接用对象的这种接口呢 可能还是需要改造 这个也是目前面前的一个问题 你们用这个对象 然后也是中间要 就是把它转换成NAS来使用 要不然你要推动应用去改造 要不然你就新的应用 全部基于对象存储 你们是怎么样做的呢 是把应用改写的呢 还是让它 我们现在能推动应用改造的场景比较少 大部分是一些新建的一些系统 会直接用对象存储 新建的系统 好的 看那个针对不同的应用场景呢 看来我们的这个用户呢 有不同的这个选择 到时候呢 我们也等那个京东来了 我们一看京东 它到底是用的是对象啊 还是把它应用到这个NAS那儿 还是把它应用到这个SEN的这方面了 然后呢 我们了解了我们用户呢 大概对目前SIF存储这样的一些应用的 一些场景和他们的一些应用的 这些经验体会 然后我想把话题呢 再回到这个中国社区这一方面 中国社区很有意思啊 就是我们一讲SIF肯定想开源 Open Source 对吧 然后呢 其实Open Source呢 不仅仅是SIF 还有很多呀 有Linux 有这个Open Stack 对吧 特别是Open Stack 在这个现在这个云的这个时代 Open Stack是比较盛行的 但是我也注意到很有意思一件事情 我们知道Open Stack呢 在中国呢 有Open Stack的中国大使 但是呢 我们并没有见到一个说 Open Stack有一个中国 Open Stack的中国社区 或者是Linux 有一个Linux的中国社区 而恰恰呢 我们SIF有我们的这个中国社区 所以我就想请这个 我们这个SIF的一个联合创始人 请孙琦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SIF中国社区 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初衷 然后它在整个这个SIF的这个 开源的这个组织中 它发挥的这样的一个独特作用是什么 好 谢谢主持人 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SIF中国社区这面整个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 实际上呢 在13年14年的时候呢 应该是当时是Open Stack在国内的大面积推广一个阶段 至少就是说在技术圈里面这个话题很火 恰好在那个时间段的时候呢 跟Open Stack走的最近的存储的解决方案 其实就是SIF当时可以说是一个唯一的一个解决方案 也是大家缺的一个 也是整个Open Stack这个云环境里面 你必须要有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 那么虚拟化可能我们用KVM 但是存储当时没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案 而恰恰这个时候SIF出现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更多的了解SIF是通过Open Stack的这个项目 但是随着这个时间的发展之后呢 大家发现这个SIF这个项目呢 实际上是完全可以独立于Open Stack之外存在的 那么实际上我们在14年的时候 我和我们的社区的另外一位的创始人 我们的耿杭 应该大家对他比较熟悉 我们当时呢 建了一些这种QQ的一些群 后来呢又有微信的群 然后呢我们需要一个单独的地方 脱离于Open Stack之外的一个地方 去讨论我们关于SIF上的一些技术话题 所以呢就逐渐形成了一批人 在聚在这个群里面去讨论这些事情 然后之后呢我们会有一些 比如类似于文档的一些需求 因为很多文档还是以国外的文档为主 然后后来呢有一些 比如说类似于这个用户的一些 找到我们说能不能说 帮助我们去跟国际的社区 有一些交流的机会 所以呢其实随着这个发展的过程之中呢 这个社区也逐渐地形成了 然后呢后来呢我们这个社区呢 又加入这个 跟这个中国开源云联盟 然后呢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 得到了一些更多的支持 和广泛的这个厂家的支持之后呢 逐渐地发展起来了 然后后来我们又跟SIF的国际社区呢 取得联系 然后他们也非常认可 我们去做这些事情 所以后来我们就把这个SIF中国社区的名字 正式确立起来了 这么一个过程 然后刚才回答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整个中国社区在这个中国市场里的一个作用吧 应该说是 因为国际社区它可能更注重的是这种Code 这种代码的贡献 那么我觉得中国社区的定位呢 应该是作为一个桥梁 那么能够把不同需求的人连接在一起 用户 我们的这种厂商 包括我们的开发者和我们的这种国际社区 整个的连接在一起 这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桥梁作用 特别是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中文的一个环境 大家可以在这个中文的环境里 大家可以去交流 交流一些技术问题 一些应用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开源给大家最早的一个印象 就是freeware 对吧 好像是一个免费软件的这样的一个 大家的一个贡献 是一种情怀的东西 但是越来越多的呢 我觉得现在的开源就变成了全球智慧的这样的一个 聚集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然后呢 全球的智慧在一起 大家一起去做事情 然后所以有人说呢 把这个现在的这个开源呢 成为是一种软件开发的一种方法 那么也不可否认 像Linux OpenSize Sive 这都是在国外做的这样的一些工作 所以特别希望像Sive 中国社区这样 将来有朝一日呢 我们可以针对某些应用啊 针对某些技术啊 发挥我们整个全球华人的这种力量啊 当然了 虽然是中文社区啊 但是我想呢 我们也不排斥国外的这种 这种力量呢 加入到我们这个社区里来 然后去做这样的一些工作 对 我想补充一句啊 然后刚才那个高部长 还有那个 刘总这边 刚才对这个Sive呢 因为他们是作为用户嘛 其实他们最有发言权 对于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可能 整个我们去搞这个SiveLocon 这个会的一个目的呢 除了是把各位大咖请来 我觉得还有一点呢 是让他们聆听中国市场的这个声音 其实从整个这个 从两年之前的这个Sive社区的开发者的数量 和现在对比来讲的话 基本上昨天我得到一个数字 是说整个中国区的开发者 实际上已经超过了世界其他地区的这个 整个的开发者 所以呢 对于中国市场来讲的话 Sive未来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阵地吧 应该算是 所以呢 我觉得今天这个会议 我觉得这个会议可能也算是我们用户 对于Sive 对于Sage先生啊 也是一个算是一个吐槽大会啊 你们尽量把一些你们的想法告诉他 因为他确实不了解我们的需求到底是什么啊 包括这个 昨天Sage先生也在说 他他发现中国有很多的开发者 但是呢 他不知道你们在做什么 他不知道你们贡献的目的 或者说你们为什么要去做这些事情 他都不知道 他非常愿意和大家去交流 对孙奇这个号召 我觉得还是很有号召力的啊 我们可以大家多吐吐槽什么的啊 然后把我们的这种需求 我们中国的一些特点 我们用户想做的一些东西呢 做成一个全球交流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我想中国社区可以在这方面 发挥非常大的一个作用 刚才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 就是孙奇在讲到了 讲到Sive社区的时候 讲到了OpenStack 讲到OpenStack和Sive之间的关系 其实呢 如果我们在座的呢 都是一些大咖哈 可能对OpenStack也应该有所了解 我们知道OpenStack呢 跟存储相关的呢 有两个项目 一个是Sender 一个是Swift 对吧 这两个东西 特别是Swift呢 可能接触的稍微早一些 大家认为它就是对象存储 那么就是按理来说 OpenStack呢 也在做了这样一点点的工作 在存储方面 那么为什么现在这个OpenStack 把Sive作为一个OpenStack 推荐的这样的一个软件定义 存储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呢 或者说OpenStack和Sive这样的对接 其实呢 我觉得也给这个Sive呢 带来了很多的一些声誉也好 或者是机会也好 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 我想是不是孙琪也在帮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其实大家可能 大部分人知道 这个OpenStack的起源 是源于Rackspace和NASA的一个开源的项目 当时这两个公司分别贡献了一个模块 一个是Nova和Swift 那么实际上呢 OpenStack整个发展历程呢 实际上它的目的是对标的应该是AWS 是亚马逊 所以呢 当时呢 他们有了这个Swift的一个项目存在 但是后来在发展过程之中呢 实际上Swift只能提供一个对象存储 那么在于块存储那块 那么其实还是需求量还是相当大的 所以这个是 当时是没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解决方案呢 后来呢 大家可能认识Sive也是从块存储认识的 但是呢 发现Sive还是有SiveFS 还有这个RGW 这些对象存储和文件存储的功能 那么自然而然的就是说 我既然有了这一套解决方案的话 我能不能把它作为一个统一的一个存储的一种统一的方案 然后提供给OpenStack来用 是这么发展的一个过程应该是 嗯 其实在那个咱们讲那个Sive中国社区之前呢 两位用户介绍的其实是很有意思的 也讲到了 特别是像那个高总啊 刘总都讲到了 就是说我们想把这个 比如说像这个软件定义存储 能不能用到我们最关心的这种 比如说Oracle Oracle跟Oracle的这个 比如说其实做这个 比如说关键业务应用 做这个Oracle这样的一个服务 其实就是现在我们经常在谈论的 就是说存储产业在发生变化 以前存储一说是什么呢 一说就是阵列 磁盘阵列 是一种专有的存储设备 第三方存储设备 那么随着软件定义存储的这种发展呢 那我们想用分布式的这种模式呢 替代这种所谓集中式的模式 那么分布式存储呢 比如以Sive为代表呢 我们也可以这样去讲 大家去就是产业就在发生这种变化 有那么多的创新公司呢 都在利用现在最新的技术呢 去做这样的一个工作 其实很多人说呢 就是我们就是这个 传统存储的这个终结者啊 或者说在很在希望呢 能够在一定的应用场景下呢 去替代掉传统的这种磁盘阵列的 这样的一种集中式的存储 那么刚才那个特别刘总呢 高总也都提到了这个性能问题哈 然后呢 特别像那个刘总说了 这个东西在性能这方面呢 可能还是有一些 反正有一些担心 或者是有一些 现在呢 只是像移动那边呢 把它用到了对象 这些场景那方面哈 那么那个像那个铁铁那边呢 中国铁路信息中心那块呢 他们是把它应用到了这个前端 这个叫做应用服务器 这样的应用场景下 那么如果我们从技术的角度来讲 特别从我们提供商业服务的 这个角度来讲 所以我想问这个 红帽的张家鞠先生哈 您觉得这个 如果我们在这个 要替代掉传统的磁盘阵列 这样的一些应用场景 这个路还有多远 或者是在需要我们在这个 技术服务这方面 做哪些工作 这个问题啊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咱们大会 比如说开到今天也是第二天了 还有这么多人这个坐在这里 我觉得可能大家都是多少 像刚才军委总讲到的 就是说比如说在SIFT 在使用的过程中呢 可能有一些头疼 那么作为我们这个厂商的角度 或者说我们SIFT的一个开发 技术这边的角度呢 我们是试图给大家来治这个东西 这个头疼病的 那么当然是说 你说这个病是什么时候能治好是吧 那我们这可能是个中医 就是说呢 不是说我现在给你一针这个东西 立刻就能好 但是呢 我这个是治本 我不是治标 不是说你今天说是这块是什么 哎 你改两个参数 这个好了 我们不是这么做的 所以说言归正传 我们可以就是很那个严肃的讲 因为今天早上我们也跟那个SIFT一起在交流 实际上呢 关于这种替传统的撕盘阵列 或者说 或者我们更说的这个技术一点 就是这种随机Io 高Iops的这样的一些需求 比如像什么数据库啊 什么虚拟机啊 都会有这样一些随机的 随机Io的这样的一些需求 对于这样的需求的话 对于SIFT来讲 我们现在是当务之急 重中之重最重要的 所以昨天SIFT讲到我们SIFT面临的四大挑战的时候 那么第一个讲到的就是Performance 那么Performance这个东西的话呢 我也可以跟大家稍微的分享一下 就说 因为SIFT从它04年刚刚开发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是面向高性能计算领域 那时候呢 这个闪存也不是一个普遍的东西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当时这个东西面向的并不是一种高性能这样一个场景 当然了随着这个需求的驱动 特别是我们这个中国市场 这也提到了 就是中国市场可能跟这个北美啊 或者其他地方可能不太一样 我们呢更希望它替到这个传统的这个存储真链 那逐渐的SIFT发展到今天呢 一方面是硬件的这个发展 一方面是软件的不断的这种迭代更新 所以说我们现在认识到性能呢 已经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我相信呢 说在不久的这个将来呢 我们一定会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因为现在我们已经在路上了 就不是说我们 还不知道这个问题 还没开始解决 那么从现在 包括我们 之前开发这个Blue Star 比如Blue Star的话 现在在社区的版本里已经是这个ready了 那么开发Blue Star 包括我们用一些C-Star的一些技术 C-Star一些技术解决它这个高并发的这样的一些性能问题 那么我们已经在做这样的一些工作 那么我们相信呢 很快我们就会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让我们共同期待这个技术的进步 然后能够更快的辅助于商业的这样的使用的这种环境 但是其实也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 就是在中国来讲呢 在云的这个时代呢 大家比较愿意用这个OpenStack 而且OpenStack呢 被很多媒体啊 或者是产业界公认为这个事实上的市场标准 就是大家去构建私有云的时候呢 其实大家也没有那么多的选择 虽然也有一些开源的一些项目 大家但是普遍的接受和接纳的呢 就是这个OpenStack 对吧 这是在私有云这方面 但是在这个存储这方面来讲呢 我们是SIF Day 然后我们在讲SIF 其实我们也知道SIF呢 也有很多的这个竞争对手 就是也有很多相竞争的这样的一些开源的一些项目 那么我想我的问题就想问这个高总啊 或者是那个刘总这一块 就是你们在选择这个 这种分布式存储或者软件定义存储的时候呢 你们有没有考虑过其他的这种开源的这样的解决方案 比如说像ShipDog啊 这类的一些其他的开源项目 为什么对这个SIF呢 是 为什么选择了SIF 是怎么考虑的呢 昨天其实已经回答过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选择SIF吧 就是说 刚才说到就是 OpenStack KVM和SIF 本身就是一个社区的最佳组合 让我们一个传统企业 不会可能专门去研究技术 我们就跟着这个趋势 跟着潮流去走 用完之后呢 现在对SIF的评价 总体来讲的话 目前上生产这一年多 应该说 从可靠性方面讲 没有出过问题 也没有发生过数据丢失的问题 从可维护性的角度来讲的话 我们的技术人员说可能觉得难度不大 但是从我的角度来看 确实比这种传统的集中式存储 维护起来可能还是麻烦一些 你不是画了一个盘子 画了一个机器 重修啊 如果是集中式存储就没这个问题 集中式存储可能一个人去搞定 但是如果SIF这个集中坏了之后呢 可能维修的时候有操作系统 数据库啊 还包括硬件啊 它需要做的动作会多一些 可靠性地讲没啥问题 性能上呢 如果说我们把它定位成一个 定位成一个应用服务器 web服务器 性能上也没有问题 我觉得这个东西呢 就是说在传统的企业里头 因为这个方向嘛 整个云计算是开源的方向 这是肯定的 这是不可逆转的 我们觉得因为我作为传统企业 我们应该开放的心态去接纳它 而不是去抵触它 这是想说的第一点 第二个呢 SIF呢 如果说刚开始做这个开源东西 我觉得SIF是一个比较好的生态 它有一个比较好的生态 这个东西我觉得可以放心去使 第二个呢 我还说个可能跟您问题没关系啊 就是今天是昨天 实际上我来的时间并不长 我是陆陆细细看了一点 就是学了一些 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开阔事业 确实我之前学了很多东西 因为我在用SIF的过程当中 我也是发现性能的问题 是个问题 但是我现在看到性能的问题 在这个生态里头 确实大家都在使劲 就是刚才这个Melanlox 从硬件传输层面 从协议层面 然后这个社区自身呢 从这个什么上面的引擎这块 都在发力 我是从今天这两天我来看的话 我个人觉得我对SIF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期待 我个人会认为呢 可能这个产品也许20年以后 可能会是20年前的Linux 这是我这么一个看法 不知道对不对啊 因为不能是操作系统啊存储啊 这些东西 它都是独立的产品 它确实需要用户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今天咱们过20年以后再看 也许20年以后的SIF可能就是今天的Linux 这是一个观点 因为我是看到确实在进步 以前我们在这个选择分布置存储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也测过一些像什么VM World VSAN啊 华为的那个Storage 我们也测过 但是我们在第一次上这个生产的时候 因为主要是个搭配的问题 这个搭配 SIF KVM 然后那个OpenSight 从搭配 我不是说 并不是说这个什么Fusion Storage 像这些东西比那个 这个还不如SIF 不是 主要是一个搭配的问题 从搭配目前还可以 不断的 不是不仅仅是一个说 我是一个 我是一个精装修 我进去拎包入入就完了 那你要不断的去提 不愿意去提 提你的设想 这可能不可能 我要做这个像互联网似的 对吧 迭代是去发展 那不断的去提需求 那么你提的需求呢 就不断的去满 就是有人给你开发 开发出来以后呢 还要测试到稳定 那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那所以呢 用户呢就变成了一个 就是用户呢 也是开源社区很重要的一个力量 这个是开源社区 给这个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势 但是这样一来呢 对用户呢 就提了一个很高的需求了 你不仅仅是使用者是吧 你同时呢也是参与者和创造者 或者是整个这个分享者吧 那么这样呢 就对你的技术实力要求比较高 那我知道中国移动这块呢 那它技术实力呢 跟银行一样 它有很多的专业技术人员的水平是比较高的 养了很多的这样 他们同时很多也是这个开源社区 一些技术的这种贡献者 那么对于中国铁路这块来讲 我觉得就可能就有一些挑战了 咱们的信息中心啊 人可能也没有那么多 要不要这么深层次去介入到这种开源社区去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对于这样的一个挑战 高部长个人是怎么想这个事情 你们会以后养更多 就是咱们说白了就是养更多的专业技术人员吗 更多的用开源的这种技术来解决业务的创新问题吗 你这个问题提的比较尖锐 比较具有挑战 因为现在这个你也是到处了 现在国有企业的特点 国有企业现在确实有很多的困难 这个工资总额人员定边呢 很多事情确实我们扑合不了 而且这个东西 这些年我们也很痛苦 对我们来说的话 就是说 但是这个事情呢 如果说你要走开源这个路线 你要走这个路线的话 如果说你完全没有投入也是不可能的 对吧 所以说走开源我们叫云计算吧 走云计算这条路线 实际上从我们单位 从我们整个上下 实际上领导这块是有决心有决策的 所以说我们还是有投入 我们是有北京公司 我们是心心中心 我们是相当于原来的事业单位 但是我们现在有下手公司 下手公司有北京公司 现在目前已经招了 现在已经有几十个人的团队在这里头 而且这个规模还在扩 就是说因为我们不光是自己要用 我们最后可能最起码我们在这个行业内要用 所以说如果说在这个在我们自己 我们行业要用的话 如果自己没有一个队伍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完成一类一类 但是呢 如果说这个基础的软件核心的代码 你要靠我们去解决 要靠我们解决稳定性的问题 解决性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超出了我们的这个实力 这个东西我觉得还在靠外部的力量 靠社区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应该是这个量力而行吧 量力而行 我们做好这个用户 我们跟这个生态去反馈 一起共同去促进这个事情 反正我个人 从我的直觉来看 我认为Safe是一个非常有前途 有希望的产品 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我曾经听过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用户 为什么要用OpenStack 说这个用户里面 一定有几个懂OpenStack的人 或者是咱们也可以套到Safe上 就是说呢 用户里面呢 在他的这个技术团队里呢 一定有几个人懂这个Safe 说如果他没这样的人呢 他一定不敢用这个OpenStack 和不敢用这个Safe 那么这个情况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想问刘总您那是这个情况吧 是这样的 其实我本人其实是做OpenStack OpenStack还是比较熟的 其实刚才高总也讲了 其实我们确实有点难处 但是呢 确实中国移动目前投入比较大 就是在OpenStack 在Safe 包括在K8S 还有像微服务那一块Spring Cloud 我们的投入是比较大的 其实可能每一块的投入 可能都目前来看的 都不亚于一个小型的创业公司 你像我们整个目前云基算 只做云基算的这一块 目前有300个人 到18年就到410个人了 可能每一块分到OpenStack上 可能有七八十人 可能比较大 投入比较大了 所以我们这边呢 讲的一点就是 我还是一个观点啊 我们是自主掌控 并不是自主Coding 所以我肯定是有 需要懂OpenStack 懂Safe的人在我这 我来培养这个团队 但是呢我也需要合作伙伴 需要专业的服务厂商 来给我提供服务 这就刚才说的那个 你可以选择Safe 但你要做好痛苦的准备 痛苦的准备呢 有两个解决方法 一个你能做到像红帽一样 在Safe里排名前几名 这是一个 这个可能投入巨大 第二个呢 你可能说组建一个核心的团队 能掌控这个东西 假设10个人 20个人 然后呢有一些呢 需要借助像专业的 这种像 可能原来还是排名第一啊 那个中心排名第二 我们排名第三 应该 我说国内我们排名第二 需要借助一个外部的力量 来给你提供技术支持 这样才能够更平稳的去应付你那个生产 所以就是在总结一下的就是 你没有一个懂的人 你肯定是不敢用的 但是你要掌握好这个平衡点 你的能力投入 和外部的这个力量的一个平衡点 想把话题呢 再回到一个SIF本身 SIF刚才我们讲了 SIF跟其他开源的这样的一些比较 然后其实我们SIF呢 其实还面临另外一个进程度 那就是些 现在我们知道软件定义存储 在这个存储架构改变上来讲呢 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实现方法 有很多的自研的这样的一些 软件定义存储的这些产品 我不知道对这些自研的软件定义存储产品呢 各位嘉宾是怎么看的 请孙琪 我先插句题外话 我觉得今天有点可惜 上午啊咱们没同传 SIF没听见 刚才我们吐槽 SIF应该没在会场吧 他好像出去了 我先接刚才军卫总的话题起 我倒觉得这个问题好办 这个咱们就交给孙琪 让孙琪把这些吐槽的东西 传到给塞着那去 对对 我确实想说点 因为刚才早晨开场的我们嘉宾 是来自于SIRN的单线上 他也出去了 然后呢 其实从我了解 就是我比较早接触SIF 然后呢我当时看的第一个 user case的PPT 实际上就来自于SIRN 当时他们的规模 已经是PPG的一个规模了 然后呢 因为据我了解 就是说他们SIRN和包括整个这个SIRN这个 就是我们这个SIF核心的这个团队 其实走的还是比较近的 他们可能会有一些非常紧密的一些交流 包括丹先生其实也是本人 他也是SIF有一个叫Advisor Board Member 他是那个专家委员会的一个成员 他会把自己的一些需求带给这个SIF的核心团队 所以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 我们国内的这个用户也好 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厂商也好 其实我们觉得应该是跟SIRN走得更近一些 这样可能能把我们的一些需求 能够带给这个社区 然后能够让社区了解中国的一些需求 回到刚才那个话题 其实我觉得可能就是说自研的这个分布式的这种产品呢 可能会有一些自己的一些 比如说他不需要考虑一些比较general上的一些需求 就像OpenStack一样 OpenStack他可能考虑这种通用需求太多了 其实OpenStack来讲的话 你可以管VMR 可以管这个Power 小机 可以管Zen 但是我觉得可能没有人那么会用 可能大家去管VMR的时候 可能还是通过CMP 你去拿这个云管平台去管的 但是没有人真正去用OpenStack去管 可能也有 但是你可能代价太大了 而且你管的东西也有限 就是因为这种通用性的东西考虑太多之后 所以它会牺牲掉一部分的这个问题 所以对于这种可能对于这种专用 就是说自研的这种分布存储的这种软件来讲的话 这可能是它的一个优势 它不需要考虑那么多 所以它的相对性能 可能会有一些自己的优势 但是它的劣势可能也来自于 它没有这个社区的 还有这种生态的这种支持 就是最简单的 比如说CIF 我用的开源版本的这个CIF 那么如果 假如我的这个服务商有问题的话 那么我只要再找一家能够懂这个技术的 可能还能把我接过来 但是如果要是专用的这种话 可能没有人会懂 这可能是一个 企业在选择上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风险 而且存储是一个 相对来说比较严谨的一个产品 所以企业上选择的话 可能还是比较 考虑的因素会比较多一些 这是我的观点 高部长这边有没有接触过一些 自研的软件定义存储的产品呢 类似于CIF的样子 自研的产品我是看到 国内现在很多公司 在基于CIF的研发产品 我是看到了 其实我们可能也许有这种冲动 那一个 经验这边呢 自研的产品 其实做存储的 目前咱们可以看一下 可能像 像华为可能 我不知道它内部 号称是自研的 是吧 还有像曙光 曙光的文件也是自研的 这个我也是见过的 像EMC也有一些 这种自研的产品呢 确实像那个分析刚才讲的 它在某些方面呢 是非常好的 像性能 它会做得非常好 你CIF和它去比性能的话 你会完全比不过 但是CIF的优点 我觉得很明显 作为一个企业 你一旦选择了一个技术架构 你还是要考虑后路 如果你选的这一家 一旦把你绑定了 你替换它的难度有多大 这个我要考虑的去衡量一下 另外呢 还有这个服务的问题 我如果采用这种 像CIF这种 我可以服务的厂家 可以选择性比较大 但是选择一个封闭的 那个自研的 可能只有原厂 或者是像Oracle那样 做成一个私有的标准的话 有一些第三方的代为的厂商 那也行 但是呢 目前存储这个行业 我觉得还远远没有达到 Olic那个水平 所以呢 基本上我们对比了之后 虽然好多自研的产品 从功能上 高级功能我指的是 还有性能上 确实是好于这种开源产品 但是我们还是选择开源产品 就是因为考虑刚才 那个孙琪提到那几点 另外呢 其实我觉得红帽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模板 就是你一旦选择了一个开源的东西 你真的需要好好的去考虑一下 找一个商业的服务 我觉得这个可能给各个厂商的一个建议 那么 红帽这边有没有考虑过 就是说 刚才讲嘛 SIF这个东西可以做很多的东西 它也比较大 也比较复杂 安装起来 部署起来也很 要考虑的事情比较多 那么你没有没有考虑 就是针对某几个特定的应用场景 比如说推出一些性能更高啊 就是把它做一个合理 的裁剪 然后再加上一些自己的一些研发 针对场景的一些定制性开发 做这样的一个产品 有没有这样的 有没有这种可能 或者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呢 我们是这样 就是说 对于存储来讲 很多时候 你说存储 一些传统存储 都是软硬一体的嘛 这种 那么对于红帽来讲的话 我们跟我们硬件不同的 相当于我们的partner 我们会出一些reference architecture 比如说我们基于云达的 就是台湾的广达 那么它的比如说 什么样的硬件的配置 什么样的机型 然后针对于什么样的workload 你是iOps的 还是要throughput的 还是说很大capacity的 那么不同的性能的需求 就是Io pattern 不同的Io pattern 不同的存储的容量 那这样的话 我们会有一些参考的一些架构 那么这样参考的架构 实际上也是在我们的实验室里 跟我们的合作伙伴一起 那么出来的这样的一些参考架构 所以说针对于这种不同的东西 我们会有出现这样的一些东西 但是说到如果说 对于sif如何去裁剪 或者如何加一些新的这样一些功能 那作为红帽来讲 我们承诺就是说 我们开发的所有的功能 都是upstream first 所以所有的功能 我们肯定是先推到社区里面 我们会为某些特定的应用场景 开发一些功能 那这样的功能肯定也是 先加到社区里面 大家都能够享受得到 那么最后一点 其实我想谈到的就是说 sif这个东西其实它跟Linux很像 就是它很大的一个魅力就是什么呢 它的很多个组件 这个东西是可插拔的 是可以动态的加的 那么作为Linux来讲 其实我们看Linux Linux虽然说用的很广泛 但是在某些特定的领域 我们可能还是有一些专业的一些软件 去跟它配合去完成一些功能 Linux是一个通用的一个东西 举一个比如说也是存储领域 一个比较简单的这么一个例子 你比如说Linux里面 很多的Local File System 有大概二三十种 有很多种本地的文件系统 但是比如说对于集群的一些文件系统 对于其他的一些场景里面 可能有一些商业产品表现的 依然是很不错 这种共享磁盘式的文件系统 实际上它不是在Linux内核里面 那么它可能也是一个用户态的文件系统 做的可能非常好 但是它可以跟Linux co-work的很好 也就是说对于SIFT来讲的话 我们是做了一个大的这样的一个基础 一个标准 如果说在特定的领域里面 如果我们有一些特定的一些需求 那么我们也不排除包括我们的合作伙伴也好 包括我们的社区里的人 可能在里面追加一些新的东西 那么这个东西可能是在SIFT之外的 当然从红帽的角度来讲 我们希望所有的东西如果都是upstream upstream first 这样的话实际上是更加完善整个SIFT的生态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也看到了 越来越多的厂商和这种个人开发者 加入到SIFT的社区里面 开发各种各样的一些新的一些特性 满足这个形形色色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非常感谢各位嘉宾跟我们做的这个交流 和这个头脑风暴 讲了我们嘉宾个人的一些观点 对SIFT未来的一些应用场景的一些描述 现应用的一些经验 未来发展的个人的一些看法 我觉得都是非常有非常宝贵的这样的一些个人观点 那么我想呢 在结束这个我们这个沙龙之前 我想抛一个最后一个问题 我想给孙琦吧 就是说想让你给我们展望一下 因为现在除了这个软件定义存储SIFT这个热以外 其实在存储这个领域 或者是在云的这个时代 有另一个基础就比较热 那就是超融合 对吧 就是我想让你稍微给展望一下 你觉得以SIFT为基础 做超融合的可能性有多大 或者是这个未来的方向 你是怎么样来评价 你给大家有什么建议吗 其实我觉得这个SIFT做超融合应该不是特别新鲜的话 应该有很多厂商已经在做这个这方面的尝试 我们也看到有很多这方面的产品吧 我觉得对于SIFT来讲的话 实际上它本身这种特性的话 其实足以支撑它有这种能力去做达到这种方式 但是可能呢还是需要去解决它现在目前的这几个问题 昨天其实在采访之中 其实我们在给SIFT的专访里面 其实它也 我觉得它也开始重视了 把SIFT作为一个产品化的方式 去release出去的 重视这个层面 它提到三点 第一个性能问题要解决 第二 怎么让它easy to deploy和operation 怎么让它更好的去用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integration 我怎么和其他的第三方的cubinities 这些软件更好去做整合 我觉得它解决完解决好这几个问题之后 可能SIFT更能够把它成为一个产品的方式 用于更广泛的一种场景 好的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孙琦 那也感谢在座的各位嘉宾 跟我们做这样的分享 那我想大家可能也有些什么很多的一些问题 希望在我们线下大家进行交流 那我们今天这场沙龙我们就到这里 那非常感谢各位嘉宾 也感谢在座的各位听众